我亦都喜欢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大家就一路一路进步 越玩越开心 朋友就越来越多了 那就没问题了 Hello, Hello, 大家好 大家看到我这个背景 如果有经常上来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是窗户音响的 我叫Barry 我想分享我们公司 刚刚做完一套HECO的前后级P30A 以及H30A前后级的一个评论 我们出来的口碑都不错 我们暂时还可以做示范 希望大家有时间上来 体验一下这套前后级的威力 HECO除了前后级最新之外 它之前的一些合并机 H390、H590这些型号 它里面都有内置解码 它除了对应这个串流之外 它亦都是对应我们现在市面上 开始越来越丰富的MQA 我们看到环球、风行都不违于力 可以推出很多优质的MQA CD 给我们去选择 我们很简单 只需要一部普通的CD机 输出一个数码讯号 给这些H590或者H390的数码输入之后 它就可以直接和你对应一些MQA 讯号 我们可以直接在框架上看到 它在对应的CD是在行什么制式 我们就可以欣赏到现在的高清的CD制式 除了HECO 这个品牌之外 我们另外亦都有法国的ATTOE的一些产品 它有一部最新的专业玩的叫串流 效果相当不错 还有我最欣赏它 就是操作非常简单 它不会欺负我们的年长的发烧油 除了这件事我们还有CD机继续会有 亦都会见到我们会有黑胶 我很多朋友都买了一些新的碟 都上来在这里大家试听和分享 喇叭我们亦都是高辣 或者是意大利的Rosso 线材方面 我们亦都有美国的Stage 3 意大利的Blo-look品牌 亦都有很多线材 大家可以提供大家的选择 我亦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买完机之后 在线材方面想怎样配搭 是什麽效果 甚至是你手上是有什麽线材 可以大家一起上来 大家分享一下经验交流 希望大家可以凭这个交流 将我们这些音响器材 玩得更靓声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音乐的爱好者 都是希望 这些声音一日一日一日这样进步 甚至不是我们品牌都没问题 可以大家多些交流 见识多些不同的东西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因为这样大家才会有进步 我希望大家可以上来 多些分享不同的意见 以及不需要介意上来 是否有没有帮我们 什麽什麽 无所谓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 很多经验都是别人分享给我的 我亦都很愿意 和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甚至乎你不同品牌 大家多些交流 多些去交换意见 如何将这些器材发挥得好 我们是非常愿意和大家分享的 和大家交流多些 就是我们参加音响的钟指 大家好 我是Martin 欢迎来到音响技术的YouTube频道 如果还没有按订阅的朋友 就麻烦你们帮我们按订阅键 记得按旁边的钟仔 下次我们有新片相片 你就会收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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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0A除了改了机体造型之外 里面的线路也全面革新了 今次最主要的改动 除了继续采用全平衡的线路架构之外 在供电部分也花了很多心思 左右声道是采用了独立供电 音量衰减和Sound Engine部分 亦由两组独立的元件负责供电 全供电部分 总共用了6万微法拉铝波电容 今次我在他们的电容 看到标签已经不是别人牌子的标签 全部都换了Heigo自己的logo 是否意味着 这些都是由他们的工程师设计而做 我相信应该也是 因为今次的声音表现和上一代 的确是有很大的分别 或者这么说 全份线路来说 除了次级类波电容 采用的9支 每一支1000微法拉的电容 没有变过之外 其他所有东西都变了 包括这个效应管 都是采用了全新的品种 说到Heigo 的器材 发色有最熟悉的应该是Sound Engine Sound Engine 就是利用模仪电脑去监察信源 如果发现有异常频率 系统会即时做出反向频率 以作为抵消 实际上 这个Sound Engine 是放在信号完成增益和处理之后 在输出之前 做好监察电脑 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理解 就像我们经常听的蓝牙耳机 它有一个自动降噪功能 其实原理也是一样的 是感觉到一些操声 便会用一个反向的方法去抵消 H30A 这部立体声后级 基本上的设计和P30A很类同 都是用了一些很大阵容的电容 去做大电流输出 总数用了27万个微发拉电容 而且它的阻礦负载 可以低到1噸 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 所以喇叭是推不到的 而且在控制力方面也显得比较强些 最主要是因为它加入了Sound Engine 的技术 令到信号比较干净 就少了噪声 听你出来 声音会有一个很自然的立体感 今次测试 试过配搭不同的线材 这部机器用铜线 比起银线 我自己觉得会适合很多 尤其是自然程度 当然 配线方面 大家都会有一个自由的选择 或者是因应这个环境 如果你们是喜欢Hego 的声音的话 我都会强烈建议你们 考虑用铜线会比较好些 总结来说 今次的测试经验 我是觉得 T30A 加上H30A 这两部机 做出来的声音 除了非常清晰之外 亦都很细緻 尤其是一些人声 或者如果你喜欢听一些女声 听感情演绎 咬字方面 基本上这两部机器 可以做到像听耳朵一样 精细的效果